自岁香五鹤茶区茶树干旱情形 有本台报导之后 台东茶改厂县政府还有乡公所都高度重视 7月2号上午立即组成了勘灾小组道场勘茶 台东茶改厂制茶谷股长罗世凯他现刊表示 五鹤茶区多数是以大叶乌龙或者是清新乌龙茶树品种为主 较不耐旱 在受到持续高温及干旱不语的情形之下 就容易会发生枯萎灾害 本台采访报导瑞穗五鹤茶区茶树干旱灾情后 今天台东茶改厂县政府乡公所以及农会 各农诊单位立即到厂现场勘查了解 这个过两天都干掉了 这个都已经缺少水分已经在伤 除了茶叶干枯 现在呈现森绿褐色的叶子也已经损伤 茶龙说恐怕会影响到今年秋茶的产量 台东茶改厂制茶鼓掌罗世凯面对茶园汗灾 表示除了持续高温干旱不语 另外灾中的茶树种不耐汗也使得灾情更为严重 很客观的讲我们也是看天气是下雨天比较少啦 那比较脆弱的茶园就是比如说它的管理 管理跟那个营养部分比较脆弱的部分 就会受到影响比较大 有一些品种比较怕的 对 特别是像比较脆弱的像青青乌龙 大叶乌龙这一类它是比较怕干旱的品种 就影响会比较大 像金萱这一类的它就是生长是比较强 也比较耐汗 所以会有不同的差异 瑞士香农会总干事指出 瑞士五鹤茶区有将近七八成 都是大叶乌龙或青青乌龙茶树品种 本身就不耐汗 再加上高温与酒汗不语的双重冲击下严重受灾 陪同现看的瑞士香长陈金光表示 不同区域或有喷罐涉事的茶园受灾情况也不一 也将做进一步的灾情调查 就可以重新调查 因为我们水源比较弱的地方 比较容易呈现这样的问题 那有一些农友他有经费 他有申请一些灌溉的部分 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不是可能全面性这样的问题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按照 我们天然灾害的救助办法 来跟上级来承报 瑞士香在整个六月 平均温度都超过37度以上 为全台最热的地区 再加上无核台地雨量观测站 总雨量不到30公里 茶园严重缺水造成干枯 今天农政单位现场会刊调查后 是否列入天灾补助将深入评估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